如果各位有看F2或F3賽事都知道他們在一個星期內舉辦多場賽事 其中包括短途賽事 而FIA F1和10隊參賽車隊達成協議 將會在今年賽季的三場F1賽事增加短途賽事 改變了比賽周末的安排 就讓我講講未來三場短途賽事的細節 短途賽事將會在星期六舉辦 短途賽事的長度將會在100公里 大概是正式比賽的三分之一 短途賽事比賽時間大概需要25至30分鐘 所以短途賽事的時段比本來排位短 因為短途比賽的長度比較短 圈數比較少 所以車手在正常的情況下 比賽期間是不需要進行P-stop 比賽的設計就是令車手能夠在場上盡力較量 並不需要擔心P-stop的戰術 但是F1的短途賽事和F2或F3的短途賽事不同 F1的短途賽事並不只是普通的短途賽事 F1的短途賽同時是排位賽 所以叫做Sprint Qualifying 短途排位賽的結果將會是星期日正賽的起步次序 而比賽的頭三位將會獲得車手榜的分數 第一位會獲得3分 第二位會獲得2分 第三位會獲得1分 比賽章不會設有頒獎儀式 但是第一的車手將會獲得獎盃 就好像現在獲得頭位的車手將會獲得P-Ready車胎一樣 短途排位賽前的起步儀式和正賽相似 在沒有肺炎的情況下 記者和嘉賓都可以到賽道上 但是賽前就國哥儀式只會在星期日正賽舉行 因為本來的排位賽時段會被短途排位賽取代 本來的排位賽將會在星期五舉辦 而排位賽將會決定星期六短途排位賽的起步次序 而練習時段將會減少 原本的3個練習時段將會改為 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排位賽和短途排位賽前 各自一節1小時的練習時段 星期五練習和排位的時間將會改變 為了迎合各地需要上班的觀眾在下班後收看 所以會推遲舉行 暫時Founder One還未公布短途排位賽 將會在哪一場舉行 初步預定會有兩個歐洲地點和一個歐洲外地點 舉辦短途排位賽 但是英國Silverstone和意大利Monster 是兩個可能舉辦短途排位賽的地點 歐洲外地點就是巴西Interlagos 這三站都可能會使用這個新的週末結構 比賽週末結構改變了都令車隊能夠使用的車胎數量改變 因為少了一節練習時段 令車隊在一個比賽週末需要行駛的距離減短 在有短途排位賽事的週末中 車隊一個星期能夠使用的車胎數量將會改為12套 第一節練習會有兩套車胎被車隊自行選擇 排位有五套圓胎 第二節練習有一套車胎被車隊自行選擇 短途排位賽會有兩套車胎被車隊自行選擇 而最後正賽就有剩下的兩套車胎 總共12套車胎 比普通比賽週末的數量減少了一套 如果星期五的其中一個時段在室地上進行 車隊會獲得額外一套半乾濕車胎 而車隊需要在短途排位賽前 將一套半乾濕車胎歸還給Pirelli 如果短途排位賽是在濕地環境舉行 賽後車隊可以將一套半乾濕車胎歸還給Pirelli 換新的一套 各位比較資深的車迷都知道F1 有一條叫Park Fermi的規則如何運作 但考慮到有一班新的車迷 就讓我簡單講一下Park Fermi吧 Park Fermi的規則限制車隊在排位時 離開車房的一刻 到正賽熱身圈之間不能夠改變賽車的設定 除了一些細小的改變 例如加油、車呆、投翼設定等等 這條規例限制車隊不能夠只為排位而設定賽車 車隊在Park Fermi之下 為排位設定賽車的同時需要顧慮正賽的表現 所以不能夠為排位設定一格特別的車 而新的短途排位賽令比賽週末不斷進出比賽狀態 所以Park Fermi的規則都會有改變 在改變了的Park Fermi規例中 排位的限制依然存在 不過在星期五的排位時開始 在星期六第二節練習中 車隊能夠改變的設定增加了 其中包括車隊能夠在正賽之前更換一套煞車片 車隊都能夠改變brake duct 如果在星期五排位的空氣溫度和正賽的空氣溫度相差攝次多於10度 賽會就會容許車隊對散熱系統作出改變 如果車手的投翼在短途排位賽中受雪 而車隊又已經沒有同一版本的投翼 車隊能夠使用舊版本的投翼而不受懲罰 但如果車隊沒有同一版本或舊版本的投翼 又或者使用改變了版本的投翼 車隊就會被罰 在星期五排位賽和在星期六短途排位賽期間 車隊能夠在懸掛系統上作出改變 例如改變彈弓和避震器 同時可以改變canbertoe和車身高度 車隊能夠改變的懸掛部件都在 FIA Technical Regulation 10.3篇章裡面 這些只是暫時簡略的改變 而之後FIA會再公佈細節 今年Formula 1開始使用budget cap 代表開支上限 今年所有車隊都有1億4500萬的開支上限 而賽車選擇後的維修費用都會被計入開支入面 增加了短途排位賽後 代表車隊在一個比賽周門 三天都需要比賽 多了比賽就代表賽車有更大機會遇上意外 同時增加其他開支 Formula 1為了令車隊同意這個計劃 Formula 1會在每一場短途排位賽為車隊提供資助 車隊會在每一場賽事收到75000元的資助 同時如果賽車在短途排位賽嚴重受選 Formula 1會將車隊的開支上限提高20萬 而車隊需要證明賽車在比賽中 因為受選而入撇或退出賽事 才能夠獲得Formula 1提高開支上限 如果車隊不幸在三場比賽都遇上意外 他們有機會獲得額外60萬的上限 大家現在知道為何欺笑千馬斯平 這些新規矩都能夠舒緩短途排位賽為車隊帶來的負擔 F1主席Stefano Dominicali表示 新的短途排位賽事會為車迷提供一個更刺激的比賽周末 車迷能夠在整個周末三天都能夠欣賞比賽 將會是獨特的體驗 而車手都會享受額外的競爭 個人認為新的短途排位賽將會為車隊帶來更多變數 因為短途排位賽考驗車隊的不是單圈的quallifying pace 而是race pace 同時賽事提供分數都可能為原本已經很緊湊的車手冠軍競爭 提供更大的變數 但如果要講這個新方式的壞處 就可以講一下上游和中游的距離 個人認為這個排位方法可能會令中游比較難接近前排位置 代表短途排位賽在平治和紅牛車手不犯錯的情況下 可能會令麥拉倫和弗拉利比較少機會進入頭四位 同時令Alvatore或威廉士等等race pace比quallifying pace弱的車隊 比較難進佔前列的位置 F1上一次改變了排位規格在2016年使用了淘汰規格 但立即被車隊和車迷反對 令F1需要立即轉回使用現時的三階段排位規格 這次再次嘗試新的排位規格 不過今次獲得車隊的認同 各位車迷的意見又怎樣呢? 各位可以comment說下你的看法 這一集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記得like和subscribe 如果想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upload的話 可以按下方的鐘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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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